这是我的前任 是我的旧爱 是我2018年 2019年 甚至直到2022年 最喜欢的电子产品 超级无敌 迷你游戏本 GPD BIN2 虽然近几年 我也拥有了各种迷你PC 各种迷你掌机 以及它大哥BIN Max 2 但是这台小BIN2 在我心中的地位 始终没有被撼动 直到心机敲门的那一刻 我知道我的新欢 它来了 它就是GPD最新产品 搭载了AMD760U 7840U两种芯片的UMPC V Mini 先声明一下 这台机器还是内侧版本 最终量产版可能 还会根据内侧反馈 继续优化 它的尺寸真的是非常迷你 这是Steam Deck 这是ROG阿莱 这是Switch Live 这是它大哥BIN Max 2 这是它前辈BIN2 这是小米13 这是全尺寸游戏本 拥有如此小巧的机身 使得它可以塞入各种斗内 各种尺寸的包包 也都可以轻松把它收拈在其中 这款Tom Talk的包包 大家可以多看上一眼 它的内部有着掌机专属握把夹层设计 可以轻松放入带有大尺寸握把 且又黑又长的Steam Deck 放入后机身上方还有送领带固定 可以全方位保护我们的爱机 当然 只要是跟Steam Deck尺寸相当 或是比它小的掌机 都可以放入这款包包 如果你不想用它来收纳掌机 还可以将夹层直接拆掉 扩辣其容量 背包采用防破件没料 外观简约时尚 更是有手拎手拿 以及肩背三种出接方式 属实是掌机用户首选 机身A面C面 包括边框转轴等位置 都采用金属材质 质感满满 颜值也很高 但是不知道满载时会不会烫手 散热能力后面测试 GPT贴心的为玩家增加了 两条橡胶质感的防滑隔热垫 在降低温度的同时 可以增加持络手感 地面采用塑料材质 底部有可以垫高机身的脚垫 扳机处的外壳上 也有一个小揪揪 可以防止外壳和扳机件 摩擦桌面 细节档狂洗 另外GPT祖传的挂承孔 也没有缺席 本次转轴是比较紧的 需要用力才能放开机身 放开后 应用来的是这块 7英寸窄边框屏幕 以及一套完整的游戏手柄 以及一套完整的小储存键盘 甚至它还给我们塞进了一块 不可以下 但是支持多指操控的触控板 甚至它的键盘 还支持两档白色背光 在C面两侧有两处橡胶垫片 可以保护屏幕 细节档再次狂洗 对于这种集成度 如此之高的迷你掌上设备 作为一个数码爱好者 我他妈是太喜欢 得益于它的窄边框屏幕 让整机尺寸可以做到 如此极限的程度 这是一块7英寸 1080P分辨率 120Hz高刷IPS屏 实测屏幕最大亮度 可达450nit左右 属于第一梯队 量产版亮度可能还会再高一些 思域表现与RG掌机比较接近 并非第一梯队 但是有高刷真的是一个 巨大的加分项 或是应急办公时 120Hz对比60Hz算得上是质的飞跃 在一些优化较好的 三夜大作与独立游戏中 120Hz也会发挥它的优势 另外在4.1块门下 屏幕全量的无频闪 对眼睛比较友好 屏幕实际观感 这里对比RG掌机 由于体积的原因 机身四周并没有像 它搭Galvin Max 2那样 接口满满 但是仍然是可扩展性十足 一个USB4接口 一个全功能C口 一个奥克林接口 一个TI卡插槽 一个36毫米耳机接口 以及一个复位孔 实测的TI卡插槽 读写速率很快 可以跑满闪低TB黑卡 两个C口最大供电速率 都可以跑到50W以上 USB4接口与奥克林接口 都可以外接显卡 不过目前迷你的奥克林接口 还存在适配问题 实测的通过USB4接口 外接3600mini显卡 内屏TIME SPY显卡都分为7982分 跑分损耗在10%左右 如果奥克林接口外接成功 损耗会非常低 不过在易用性方面 USB4接口支持热插拔 还可以供电 玩游戏时 我还是常用USB4 如果是配合显示器 把Vmini变成一台主机来使用 我会选择奥克林接口 来外接显卡5 扬扬器位置 位于键盘上方两侧 实际性表现 这里对比音质天花板 ROG这张机 目前Vmini的音质 音量比较小 后续它会搭载DTS音效 音质会有所提升 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跟 ROG掌机的小金标加杜比 拼一拼 麦克风位置位于C面右上方 实际收音表现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下面关于手感的部分 是我想着重介绍的 我会分为按键手感 游戏手感 搬工手感 三个部分带着大家来体验 首先按键手感方面 本次ABSY与十字键 渐渐都采用了微动方案 按压力度较轻 手感清脆 反馈清晰 摇杆与线性搬机 都采用了霍尔元件 摇杆使用了霍尔小摇杆 实测中硬点存在一定死区 可以明显感知到中心点吸附 十字方向让死区不明显 十字吸附不易感知 外景控制如下 摇杆四个方向都可以正常按压 搬机键键键较轻较短 目前在条件上还存在问题 需要优化 键盘采用了过载片按键 用大拇指二指缠打字 依旧是VIN2熟悉的味道 用过黑面手机的同学 应该也不会陌生 单颗按键大小比VIN2大上一些 按键布局还是需要简单适应一番的 除上述按键之外 机身C面还有两颗可以自定义 可以编程的L4R4键 这些按键也都是可以发光的 电源键在键盘上方中间 无指纹模块 另外机身屁股上 还有一颗GPD祖传的键鼠开关 可以实现摇杆模拟鼠标的操作 528g左右的重量 拿在手里负担不大 但是玩起游戏来 只能说是还算合理 整机抓握起来 配合机身两侧的隔热防滑垫 加上扳机处的凸起 会有一定安全感 也可以正常玩游戏 但是长时间一玩 绝对谈不上舒适 手感上与GPD Win2接近 但是要比它大高Win Max2强一些 长时间持握 由于中指油明指 要一直支撑着机器 会产生一定疲料感 不过Vmini拥有官方配套 推出的专用握把 安装好之后 需要上螺丝来固定 在安装时一定要注意 别拧太紧 避免拧花螺丝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没有做成磁吸 或是滑轨握把 有点可惜 按这个握把之后 舒适度瞬间提升100% 我们可以向上抓握一些 让中指可以握住握把上方 用食指可以轻松按下 肩键与扳机键 按键与摇杆 用大拇指也都可以轻松覆盖 不过这个摇杆按键布局 还是有一定争议的 在实际体验下来 我拇指在6厘米左右 像这样靠上一点持握 ABXY按起来 并不会觉得不舒适 大拇指在ABXY与摇杆之间 活动起来也很自如 另外无论是否装配握把 实质都能够自如的 控制肩键与扳机键 不过不安装握把的话 摇杆使用起来会有一点便手 需要试验一下 建议大家都装配握把游玩 一方面可以大幅提升手感 另一方面又可以起到隔二作用 另外本次机器内置的Z轴线形马达 实际震动表现干脆有力 不同于游戏手柄的震动感觉 同样体感脱雷依旧没有被抛弃 东哥的体感住所正在适配中 我在用它往上冲浪 用它临时办公时 大多数场景都是手持状态 用摇杆模拟鼠标 配合二扳机键的鼠标指针加速 与L1R1的鼠标左右键 再配合偶尔的触屏 以及触控板的精准控制 效率非常高 键盘打字方面 大拇指二指缠 可以将整个键盘区域全覆盖 打字效率远好于并系统触屏 对于触控板的使用 在手持状态下 大拇指需要向上向里够一下 才能够正常使用触控板 并不是特别方便 或者我们也可以单手持握 用另一只手完成触控板操作 另外无论是否加上握把 都不会影响按键 摇杆以及触控板等操作 如果你想以触控板操控为主 还是将机器帮助于桌面上方便一些 总机配上握把 也是可以平放于桌面的 但是会给人容易翻车的不安全感 屏幕角度也不能打开过大 键盘打字免账可以用双手完成 但是由于过载片按键触发力度较大 使用起来还是大拇指二指缠 舒适一些 另外由于机身较小 即使触控板在C面上方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总之无论是屏幕尺寸 还是按键尺寸 还是触控板的加入 都使得它在应急办公上 秒杀了GPD冰2 接待官方后续能够推出更多握把解决方案 推出一管既便携 又能够优化手感的后盖 看完了机器手感 我们再来看一下机器的硬件部分 本次除了可以选择的 7640U 7840U核心 内存容量也是给到了玩家 16 32 64 3种容量可选 出厂频率都运行在6400MHz 其中7640U只能选择搭配 16加5R的规格 内存为板载无法升级 但是玩家可以自行拆机升级硬盘 并不会影响保修 这一点希望其他厂家也可以跟进 本次硬盘使用了2230尺寸的 PCIe 4.0固态硬盘 我手中的2T版本 使用了悉数的SN740 实测读写速率如下 厂家还贴心的为每台机器 配备了SSD散热马甲 来解决2230硬盘发热问题 实际在高速持续拷贝文件时 硬盘温度会突破100度 单热速度依旧坚挺 此时底部塑料外壳可以感受到热量 但是不会到烫手摸不了的程度 除此之外 网卡使用了英特尔的HR20 支持Wi-Fi 6E 电池容量在44Wh左右 理论续航能力是要比40Wh的ROG场景强的 实际续航表现后面测试 看完了硬件部分 我们再来看一下机器的性能释放 以及机身的温度情况 根据官方消息 正式版机器出厂会锁在25W 所以我只用最高25W 进行跟游戏场景比较接近的极限双烤测试 实际室温28.9度 在25W双烤测试中 将机身电高模拟手持状态 CPU温度最终会稳定在85度 此时放上噪音在44分贝左右 会有一定效效 机身AEB面不会发热 C面温度最高区域 集中在手柄按键附近的金属外壳区域 最高会来到60度 机身两侧手持区域温度都在45度以上 机屁股上的温度情况 与机身背部温度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注意一下 机身背部热成像显示60多度的地方 是透过散热出风口检测到内部主板热量 实际外壳体感温度并没有这么夸张 整个考骑过程持续了24分钟 CPU功耗可以稳定在25W持续输出 这个时候拿在手里能明显感觉到发烫 不过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如果VR干到28W估计就要爆炸 我们可以套上握摆来隔绝底部和边框的热量 也有内侧玩家手中的机器 比我的机器温度低 不清楚只是散热模组还是风扇转速有所不同 另外后续官方可能会在C面地面 加上一些隔热材料 优化体感温度 也可能会开放风扇转速调节 用更大的风扇噪音来换取更低的温度 我这台内侧机到手时是默认锁18W了 可以看出官方对于这台小机器的定位 并不建议玩家使用高功耗来游玩 一方面由于机身太小温度不好控制 另一方面在高功耗下电池续航也没有办法保证 18W也几乎可以运行市面上所有三列大作了 在18W功耗下游玩大北高2 自备温度会稳定在70度左右 风扇噪音与之前相同 机身温度会比之前低上一些 但是仍然建议配合握把游玩 游戏性能方面 这里只为大家展示18W以下运行部分游戏的画面 目前游戏证书并不稳定 大家可以简单做个参考 大家可以着重关注下不同游戏 不同功耗下的整机续航表现 想要详细了解7840游戏性能的朋友 可以翻看我往期视频 为了能够随时翻看 也可以辛苦您可爱的手指点上一个关注 那个一键三连也行啊 这一键三连也行 这一键三连也行 最后购买建议 如果你是数码爱好者 并且对于这种机身度高 机身小巧的迷你掌上设备抱有期待 就不需要犹豫了 命命你是你目前可以买得到的体积最小 性能最强的UNPC设备了 况且它还带有一套完整的游戏手柄 如果你对于这类设备本身兴趣度不高 只是想拥有一个便携的游戏设备 那么可选择的机器就比较多了 可以再对比斩肘一下 看一看体积烧带一些 性能释放更强的机器 如果你在打游戏的同时还需要兼顾办公 并且更加偏向于办公场景 那么建议选择它大哥 Vimix 2 它的屏幕更大 键盘按键也是全尺寸 办公会顺手一些 如果你在打游戏的同时需要应急办公 但是总体更加偏向于游戏场景 那么Vmini绝对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还求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我是凤凤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